后食的鸡肉搭配青葱 让人看了口水直流 日本评价串烧名店鸟贵族 和大臣集团合作 八月中正式登陆台湾 鸟贵族在台湾的首间店 就选在台北中山新光三月的五楼 9月15号正式市营运 9月20号剪彩开幕 目前仍在装潢中 为了准时开幕 装潢如火如荼的赶工 网路上也已经可以看到 征裁的讯息 目前集中全职人员 预薪最高三晚七 有别于日本傍晚五点 到清晨五点的营业时间 台湾的鸟贵族 是从午餐时段营业到凌晨 酱料为日本进口 大臣则负责供应鸡肉 整体主打平价的鸡肉串烧 鸟贵族不仅为在串烧的一级战区 来台后竞争对手也很多 鸟贵族为日式风味 提供盐烤酱烤辣味三种酱料 平项多达70种 一串75元台币 预计今年在台开三家店 夜市摊饭起家的焦糖风 主打咸甜风味 种类约60种 鸡肉串一串45元 全台共有25家店 并且持续展店 至于北部人气很夯的品都串烧 酱烤重口味是招牌 有40多种串烧 鸡肉串最便宜40元 四家店面都位在精华地段 鸟贵族来势汹汹 台湾平价串烧不敢打意 像我们家在鸡肉方面的东西 成品也蛮多 价位的话 其实从20到40元都不等 所以其实我们家 一直以来都是走 我们的平价精致路线 比起鸟贵族 台湾平价串烧 在价钱上似乎更占有优势 不过各家口味不同 就看消费者好哪一位 靖新闻胡克强张志涵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靖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靖好新闻